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女神游艇的Maggie来到我们的荣物转访 欢迎Maggie,你好 谢谢 那先请Maggie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创业的起情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当初创业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负责人 我们其实早期都是在国外工作 那后来是因为结婚了之后想要回来台湾定居 然后我就想说,嗯,想说创个业好了这样子 但是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还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当然我们有去做各个就是不同的行业的研究 还有餐饮业啊或是服务业或是做各个不同的行业的一些 觉得自己适合哪一块这样子 后来我们也是因缘机会有认识 就知道了说就是在台北内核的航运这一块 就是也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行业 所以我们有开始就深入去研究 然后还有去寻找了相关的专家 还有前业前辈啊,就是同行业的前辈 去做一些就是探讨 还有去请教他们这样子 是,那怎么会想把平台名称取为叫女神游艇呢? 女神游艇是因为我们当初就是第一艘游艇取名字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在想 然后后来我们决定就是以希腊女神十二女神里面为命名 叫做女神哈利亚号 那我们后来因为陆陆续续又有规划的第二艘 也是命名为女神特迪斯号 然后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以平台名称为女神游艇为作为总称这样子 那今年又开始陆续又下水了三艘其他的不同形式的游艇 嗯,是 那因为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可以跟我们做分享的? 嗯,最大的挫折吗? 应该说是 如果就是对于台北内核 因为内核跟外海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大的挫折就是 因为毕竟并不是相关科系毕业的 所以隔行如隔山 那我们为了要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块 我们必须要去研究很透彻的这两河流域的水纹 两河,双河流域就是指台北的淡水河 还有基隆河 这市区的内河 那包括它的各个码头的停泊的位置 还有它的水纹 还有码头的方向 还有航线 怎么如何去研究这些 这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问 嗯,是 那应该是说 你觉得说你们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是希望顾客 就是说得到你们的游艇的服务之后 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因为游艇体验这一部分 在台湾其实并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但是在台北 光是台北市区 新北台北市 合计起来共有12个码头 那在大家都还并不了解说 原来游艇码头这么多 或者是不一定是游艇 停船的码头这么多 但是好像大家并不是这么的了解 那船在哪里 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 好好的就是拓展这一厢相关的游和观光 毕竟让搭游艇的体验 可以和观光结合 甚至与岸上地 还有一些岸上的一些观光行程 可以做结合这样子 那你们现在目前的路线有哪一些呢? 我们的路线有 基本上台北的所有码头都是可以停靠 可是比较当地政府 还有河岸景观那边发展比较好的 我们比较盛行的是 大道成码头 一定是第一名的观光景点 再来就是关渡还有淡水老街这些地方 那我们航线的话应该是从淡水河 不管你在哪里都在同一条河上面 那所有的航线都是以 不一定只要从一个码头上下 你也可以规划在不同的码头上下 都是可以的 这是属于不定期的航班 嗯 是 那应该是说你们觉得说最主要的特色 以及差异化在哪里呢? 我们的女权游艇的特色 它让就是乘客上来 来宾还有主办人上船了之后 他不只是在船上就是做一个很单纯的 欣赏河岸风景 这样子简单的活动 或者请导览老师一定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又进而延伸到了更多更多元化的 比如说春酒尾牙 毕业聚会或者是 甚至于也适合带小朋友来 还有年轻长辈 他们的一些就是校友毕业会 抓州啊 还有对 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的抓州礼 因为航行在内核平稳舒适 没有风浪 那再加上我们的团队训练 还有船长的开船 我们都有做专业的训练 所以他在离靠岸的时候 并不会有这么大的不舒服感 还有在航行 也并不会就是受限于有风浪而晕船 我们会减少 应该说平稳舒适 然后会让他减少不舒服感 减少有那种晕船的感觉 也算是颠覆传统的一个游艇产业这样 那除了抓州礼之外 我们还有针对年轻人的一些 就是下班后的after party 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就是带小朋友来游玩 那因为我们的船身的设计 也有做比较安全适合小朋友的一些特殊的设计 那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 也可以有更安全舒适的环境 那长辈的话 他们也可以就是 当然除了去爬山 郊游 聚餐 其实还可以多了一个游艇体验 而这再不是年轻人的游艇派对活动 嗯是 哇那美根你觉得说 对于整体公司的短中长期规划是什么呢 我们公司目前的短期规划就是 以现有的 就是现有的已经开始营运的游艇 那我们可以在大道城 或者是台北市的蓝色水路 可以一直的持续就是稳定发展下去 那我们也陆陆续续推出了终极目标 就是我们还有推出了游河 还有观光船 这些两个人到十个人就可以开船的 小游 小型的观光船 还有更大骚的就是高端游艇 那我们是希望说就是在未来的发展 是可以拓展出不同多元化 让客户有多元化的选择 还有客制化的服务 并且去结合不同的就是厂商 比如说表演专家 或者是外汇公司 或者是私厨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他需要主持人 或者是音乐表演的一些活动 甚至产品发表会都可以 到游艇上来举办 那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想投入这个领域 或者是说他想创业的话 那你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应该说不是一个创业者 他想 我想做什么行业 就做什么行业 只是因为当时的一头热 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喜欢什么你都可以做 但是呢你要先去审慎评估的是 你有没有这个心 所谓的 有没有这个心 这个词有点太笼统 其实认真说起来就是 除了你有意愿想要做这件事情 也要先想想 你觉得你可以持续多久 你有多少的热忱 其实有心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代表的是你要有极度的热忱 像我们也不是这个行业 体系出来的 我们也不是念航海相关科系毕业的 可是因为呢 我们对于结合游艇 还有观光产业 这个方面的发展的空间 我们觉得是有 那我们就投入了非常大的热忱 是 应该说有一些年轻人 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很喜欢 我想要试试看 那可能真的就是三分钟热度 可能试了一下就不想做 那可能就是真的说 你要审视说 你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那可能说 透过试掉你们家的产品 是不是符合这样的市场上 那有了想法 有了动念 那就是秉持这样的信念 那就是继续往前倾 这样子 可以在未来 也可以走得比较长远 对 是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 就非常高兴邀请到 女神游婷的Maggie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我们谢谢Maggie 谢谢 谢谢 谢谢